来看智慧表市场百家争名 现在传出华硕要打出99到149美元 也就是台币3000到4千500块的超低价智慧表 来加入战局 Google开发者大会 亮点之一就是秀出专为智慧表打造的 Android World系统 华硕加入Google穿戴阵营 马上传出震撼的消息 国外科技网站爆料 华硕打算在9月发表第一款智慧表 只卖99到149美元 也就是台币3000到4500块之间 在穿戴这方面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 去年就暗示正在研发智慧表秘密武器 尽管保密到家 但据传华硕智慧表将采用AMOLED荧幕 甚至内建手势感应和声控功能 华硕智慧表在打低价牌 瞄准的就是微软和三星等一线大厂 微软智慧表传出十月问世 而华硕智慧表一旦真的杀到99美元 将是199美元的三星Gear Life 和229美元的LG G Watch的半价不到 不过三星智慧表不但防水防尘 可以换表带寄步良心跳 接收LINE和脸书讯息 LG除了少了良心跳 功能和三星大同小异 华硕低价智慧表功能还是个问号 第一个智慧手腕 它的价格现在不会太高 第二个它的功能是要非常简单 看来智慧表如何在价格和功能之间平衡 将是华硕攻入穿戴师市场最大的挑战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